今天我们来挑战这款实际难度的拼图 艾舍尔立方 这些拼块的形状各异一共有13片 玩法是把它们全部平放进这个六边形的盘子里 其中最小的这一块是固定的 要提前把它插进盘子上的这些孔里 可以随便选一个 这次我们就选中间这里 话不多说这就开拼嘛 我的思路是先找一些比较长的拼块 把盘子的一圈给拼出来 然后再根据边上拼块的轮廓 选择合适的填补到中间 拼块是不能反着用的 所以这个位置要找另一块 这块可以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 果然没这么简单 还剩下三块呢 再来试试 这次好一点还剩下两块 但是我总这样无脑去拼的话 终归不是办法 磨刀不误砍材工 还是先静下心来 找一找拼块之间的规律 这些拼图都是由同样大小的图形组成的 在拼之前我们可以先找一些比较合适的 两两搭配 这两块差不多 但是尽量别让它们再出现一个新的分支 边上越指越好 这两块的接触面更大一些 先备用 这一对有一个明显的拐角 应该是这样放的 依旧是接着上面的轮廓往上拼 这一块放在这里刚好合适 继续靠着它拼 这两块也是可以的 下面这个空隙需要一根长的 这已经是最长的了 也放不下 应该是上面这两块放错了 诶 这次可以了 继续再找左下角这里 不行 换另一个呢 已经没有合适的了 还可以把这一块拿下来 换成外形的放上去 然后左边这个角也可以了 还有最后两块 你们觉得这次我能成功吗 看样子是没问题了 好的 终于搞定了 这玩命能确实挺难的 不愧是实际难度 今天我拼的只是其中一个玩法 还不是最难的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够多的话 我们继续来挑战其他的关卡